今天晚上我做了糖醋排骨和茄子达卤面 也是大白哥第一次吃这两样中国菜 一起来看看我们家今天的故事吧 今天大白哥又来帮我们修房子了 现在呢墙壁的保温板都已经填好了 准备再做吊顶 今天房子的装修视频都是我公共拍的 我现在要做好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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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把架子放進去 放入鞋子 分析,分析,分析 今天在大白哥的帮助下 我们的车库墙壁和吊顶完成了80% 剩下的等专业的电工,网络工,水工完成了之后 我们再封顶 大家从我们的新家忙着了一整天,现在都回到家了 今天下午和婆婆在肉店买了4斤的排骨 是花了20欧和人民币140 我是让肉店的人帮我切成小块的 不过看他们切的还是挺大 荷兰人好像很少自己在家做排骨吃 排骨焯好水后控干 然后把姜去皮切丝 锅里倒油,先煎一下排骨 4斤排骨得用两个锅来做 然后一丝的在两个锅里倒入小葱和姜 同时呢,也准备开始做打卤面 我今天买了5个茄子来做打卤面 婆婆帮我来给茄子削一下皮 我婆婆因为经常的削土豆皮 所以削皮是又快又好 把茄子切成小丁 排骨快煎好了,先来调个糖醋汁 先倒入两大勺的白糖 再倒入一大勺的醋 再倒入点酱油 用小勺调匀 然后把料汁倒入排骨中 我公公呢,吃饭不能吃太咸了 说对血压不好 它血糖还挺稳定的,所以可以吃点甜 另一个就是她个人的口味了 她还喜欢吃点辣 婆婆呢,对吃饭的口味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要求 用油炒完肉末之后,依次加入葱,蒜 然后倒入茄子丁,开始翻炒 炒茄子卤,今天我只加了酱油 其他的啥调料也没加 忙了两个小时,今天的晚饭终于做好了 婆婆今天晚上也是全程帮我拍视频 这是我炒好的茄子肉丁卤 我最后呢,又凉拌了个黄瓜 黄瓜里面呢,切上了蒜泥 淋上一点用干辣椒和花椒煎的油 用这个为普通的星期日 对,因为Michil 对! 厉害的努力 厉害的努力 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洋葱 对,我认为非常好 这是一个洋葱的洋葱 这些选择的邪输 我认为是一位大人的那些 但是,我认为是有没有人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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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是有没有人的味道 它是很好的 大白鸽是一脸严肃 搞得我还有点紧张 是不是不好吃 荷兰哥在这吃的 很欢 大家对我做的糖醋排骨 是真的赞不绝口 是真的赞不绝口 这就是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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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今天晚上的茄子卤和排骨都吃掉了 我刚刚刚才让大白鸽看我的镜头笑一个 但这就是赞不绝口 嗯,我看到你的房子,你也不知道 我把你的房子放在家上 但是我把房子放在家上 咖啡,我把我打掉 嗯,我看我能把我的房子放在家上 我把你的房子放在家上 我可以完成 我直接把咖啡放在 它是很燥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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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打開 我們有很好的英國的一場 在這裏面 英國的一場 英國的一場 给大家看看吃完饭的厨房 咱们下期再见呀